歡迎來到量子力學節目 我是量子大家叫我量哥 這個烏克蘭啊 好不容易再透過瑞士的協助 在瑞士辦了一個和平的峰會 那可是俄羅斯不准邀請 那中國大陸當然認為你這樣不能解決問題啊 所以中國大陸當然就沒去 結果最後連拜登美國總統也不去 那這個和平峰會當然就是慘淡收場 不過我們看現場的一些互動 還有實際邀請方出席的狀況 我們大概可以讀出 目前整個國際社會對俄乌戰爭的一些基本的看法 那與此同時啊普京也出手了 普京呢就針對這個烏克蘭在瑞士展開的和平峰會 那他也提出了和平方案 那目前看來都是不樂觀啊 基本上也被烏克蘭在第一時間拒絕 可是烏克蘭強調這個就是一個最後通牒了 那目前的烏克蘭的狀況真的 我覺得不能用慘淡形容而已啦 我認為是後世相當的悲觀啊 那我們就來分析一下最新的一個 俄乌戰爭的態勢啊 以及和平互動目前所展現的一些狀況 那今天的標題我們叫和平峰會慘淡啊 俄羅斯下了最後通牒 那這個是現場的照片 你可以看到 折倫斯基一個非常落寞的樣子啊 最後的聯合公報只有78個國家簽 來的是92個國家 那他總共邀請了160個國家 只來了92個國家 然後78個國家簽 他希望簽的國家很多都沒有簽啊 所以你就看到了當場人家拍的這個照片 那俄羅斯基在那邊看 那最後會議主席啊問啊 說我們下一次和平峰會有沒有人願意接手啊 那本來設定的是希望是沙特阿拉伯 結果沙特阿拉伯不吭聲啊 結果竟然沒有下一次的主辦過 這個會議就是這樣 就等於就是簡單收場啊 這個有人說和平方案啊 本來烏克蘭想要透過這個和平峰會 來凸顯出他的十大主張啊 結果敏感的主張全部都被刪除啊 最後只有三個問題簡單做討論 第一個就是希望能夠交換囚犯 還有兒童回歸啊 然後核安全就是 札波羅斯電廠的安全啊 還有糧食安全 結果裡面真正重要的重點啊 比如說烏克蘭希望能夠恢復 1991年的邊界啊 還有俄羅斯要支付戰爭賠款啊 那基本上就是大家都認為太爭議了 那都把它刪掉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烏克蘭真的是完全沒有得到他要的目的啊 甚至於啊 連措辭啊 連這個俄羅斯侵略 侵略兩個字 大家也不願意形成共識啊 就是這個情況啊 那中國跟巴西呢都拒絕了邀請 印度去了 可是也縮減了人數啊 那這個 烏克蘭所希望的全球南方的重要的國家啊 包括沙特阿拉伯 印度 南非 泰國 印度尼西亞 墨西哥 還有阿聯酋 那都沒有簽最後的公報啊 那更彌譜的是 美國 派出的代表是副總統 這個賀錦麗啊 哈里斯啊 還有日本的岸田文型首相 他也只來了一下就走掉啊 就是這樣 一心攔山的狀況 烏克蘭 我們我覺得想要來召開一個和平峰會 由烏克蘭來主導啊 我覺得這簡直是意想天開啊 你幾乎就是一個快要戰敗的一方 那你當然是希望 國際各大強權都來力挺你嘛 那結果你不讓俄羅斯來 那對全球各大強權來講 這個就非常不現實的一個考慮啊 事實上協辦的國家叫瑞士啊 瑞士曾經試圖要邀請俄羅斯啊 那後來這個 在這個烏克蘭的壓力下 後來也沒有成行啊 那瑞士的外交部 他就公開表示啊 說沒有俄羅斯的和平進程 是不可想像的啊 這本來就是這樣啊 全世界的戰爭的談判 怎麼可能不讓雙方來談呢 比如說 我們在講這個以色列跟哈馬斯啊 即使以色列是一面倒的佔優勢 真的要和平也是要雙方來談啊 除非你能夠徹底消滅對方嘛 更何況烏克蘭還是敗方啊 那你現在越在 最後南北越還是要坐下來談啊 那各自都有背後的力量 你怎麼可能由單方來搞呢 所以坦白講我事實上 我在另外一個節目我就講過啊 說烏克蘭這個已經不是在搞談判啊 這個是在搞文宣造勢啊 那現在國際事情這麼多 全球這麼亂 誰有時間來陪你玩文宣造勢啊 真的是很可笑啦 本來烏克蘭啊 它發出了160個國家的邀請 最後只有92個國家 去了瑞士啊 那最後這個聯合公報 只有78個國家連署啊 那真正的領導人去了只有57個國家 狀況就是這樣 那最後在這個閉幕會啊 這個瑞士啊 聯邦主席他就說啊 前路漫長啊 充滿了挑戰啊 公報的內容是什麼呢 就是呼籲札波羅斯的核電廠 應該要還給烏克蘭 完全控制啊 這個俄羅斯怎麼可能理你呢 俄羅斯現在已經掌握了核電廠啊 那確保了烏克蘭的食品生產跟供應不斷 然後 黑海跟亞蘇港港口能夠完全開放 釋放戰俘 還有被驅逐的兒童等等啊 我講白了啊 黑海能不能開放也不是烏克蘭能決定啊 因為目前實質控制的都是俄羅斯啊 所以這一種呼籲有什麼用呢 這已經是交戰兩年多的一個事件啊 你現在隨便開一開一個和平峰會 不邀請對方 然後弄一個聯合公報 就要求對方要落實 這簡直是異想天開啦 簡單講就是這樣 所以最後奧地利總理講了一個話啊 因為他有趣啊 他說開這場會議感覺都是聽到西方同溫層的語言啊 他說好比進入了一個歐洲的回音箱啊 聽到的都是自己的回音啊 所以等於就是 我覺得就是一個非常不可思議的一個情況啊 好那我們又看到了烏克蘭目前的囧態啊 烏克蘭事實上 為什麼你這個瑞士峰會弄不起來 因為沒有一個人認為烏克蘭有機會打贏啊 而且整個局面對你越來越不利 然後你還竟然不讓對方來 那你這個誰要認真來對待嘛 我們就看最近這兩個事件啊 最近這兩個事件對烏克蘭都是非常不利的 第一個就是 烏克蘭請求西方的協助啊 折倫斯基公開承認 說烏克蘭有1.2的電力設施已經被摧毀 需要重建 你看這個有多嚴重 現在是6月 現在天氣還比較熱 那如果到9月呢 烏克蘭的冬天是非常寒冷啊 在入秋之後就越來越明顯啊 所以你過完這個夏天你怎麼辦啊 這是第一個啊 那第二個更離譜啊 烏克蘭政府啊 呼籲這個全世界持有烏克蘭國債的投資人啊 那他希望這個200億國債的持有者啊 這個包括國內的人也包括國外的人啊 他希望啊能夠讓他能夠打折啊 他說是不是可以用六成啊 用六成來算好不好 比如說這個200億國債到期 那烏克蘭政府出來說 是不是可以讓我算120億啊 你看他的財政有多困難 連這種事情都變成新聞啊 那為什麼他需要錢 你想也知道啊 公務員要領薪水啊 軍人要發響啊 而且烏克蘭最近戰爭拿到了很多的新設備 他自己的軍事軍人不一定會使用啊 他可能還要用僱傭兵啊 就邀請一些那個歐美啊 退役的飛行員啊 或者曾經超過比較先進軍火的一些人士啊 來當僱傭兵啊 所以他需要錢啊 所以連國債到期啊 都拜託投資人能夠打六折 結果呢 目前投資人是拒絕啊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怎麼樣繼續走下去了 200億美元的債務 所以你看到美國啊 比如說賀錦麗 這個賀錦麗這一次到瑞士峰會說 美國願意再贊助15億美元 杯水車薪啊 那這個也就是另外一個有關烏克蘭的新聞啊 我覺得這已經有點離譜了啦 就烏克蘭決定啊 讓監獄中關押的刑事犯 可以到前線參戰 我的天啊 這表示他募兵已經出了問題了 所以竟然腦筋動到了 關押在監獄中的刑事犯 那初步估計呢 大概有4000人可以用 那這些人呢 都是擔任最前線的 這個攻擊性的工作啊 所以都是致命的任務啊 那烏克蘭政府就跟刑事罪犯談判啊 說你如果願意去打前線啊 那打完之後 這個你之後最可以赦免 可是你去想一想啊 我如果是行事犯 我到前線打仗 我不就開溜就好了 我為什麼要去復死呢 在前線作戰死亡率是很高的啊 你覺得政府怎麼會有這種idea呢 事實上烏克蘭人聽到這個消息啊 普遍都認為這個是沒有用的 全世界哪有人在用囚犯作戰啊 他有軍紀嗎 他會考慮到國家還是考慮到自己啊 你去想一想啊 結果呢 華盛頓郵報去做調查 說本來說要徵召4000人罪犯 那現在已經徵召到2750人 這個大概是我見過最詭異的消息啦 就是他已經緊迫到 必須用監獄的犯人來作戰 而這群人士完全沒有受過軍事訓練 沒有紀律 隨時可能落跑 甚至還可能 不知道拿槍會不會做什麼事情 不知道啊 結果你竟然把腦袋動到這裡來啊 你就知道戰況 對烏克蘭有多不利啦 這個就是實際的狀況啦 這些罪犯包括販毒啦 盜竊電話啦 武裝襲擊啦 甚至是磨殺的重罪 都包括在內 那烏克蘭人普遍不看好啦 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好我們看普京這一邊喔 普京這一邊呢 基本上 知道烏克蘭要來搞這個瑞士的和平峰會 所以普京也出招了 普京的出招就是說 好 我們現在不要來談什麼 什麼凍結衝突啦 我們就直接來談如何 徹底結束這場戰爭 所以這個是一個徹底的和平方案 普京就說啊 只要烏克蘭的部隊 全面撤出 頓內斯克 盧幹斯克 札波羅勒 還有赫爾松 那俄羅斯呢 就願意展開談判 絕對不拖延 這個意思就是在既有的 現在還在交戰的四個邦喔 這四個邦 事實上都已經透過公投 加入俄羅斯了 那俄羅斯說 你烏克蘭只要把你的軍隊撤出這四個邦喔 那我就跟你開始談 那你只要同意不加入北約 不發展核武 然後宣布要當中立國 那我就立刻停止戰爭 就是這樣 普京的提案 這他實質的內容啦 總共有七點喔 他說烏克蘭只要從俄羅斯的那四個邦撤軍 俄羅斯就立即停火 那準備開始談判 那談判呢 就是烏克蘭要先宣布放棄加入北約 那接下來呢 烏克蘭要保持中立 不結盟 那不發展核武 那去軍事化去納粹化 那我就可以談完全的停止戰爭 那坦白講這個等於是讓烏克蘭全面投降嘛 不就是這樣嗎 所以折倫斯基在第一時間就拒絕了 就拒絕了 那俄羅斯還希望 在結束戰爭之後 西方國家能夠取消俄羅斯的制裁 那坦白講我認為這一點是不可能的啦 這美國絕對不會同意的啦 那反正這個就是一個俄羅斯的方案 那這個是普京啊 第一次浮上檯面的正式方案 那目前還是僵局啊 因為折倫斯基第一時間就拒絕了 那這個是西方的媒體啊 對普京提案的一個反應啊 你可以發現那個反應都是相當不樂觀 不友善的啊 這個金融時報 他基本上還比較沒有想要表態啦 他只說他們認為烏克蘭不太可能接受 那這個每日郵報就直接引述折倫斯基的話 說這個是不可接受的提議 那美國的新聞週刊啊 就一點都不客氣了 他就說普京發表了一個不祥的聲明啊 表示這件事情已經無可挽回了 無可挽回的意思就是說 我俄羅斯已經佔領你四個幫啊 我不撤軍啊 我就是要永久佔領 那烏克蘭請你離開 你離開之後我們河南就開始 所以新聞週刊認為 這是一個非常不祥的一個提議啊 那這個英國的明鏡雜誌啊 MIRROR 他講的更直接了當啊 他說普京 這個提議等於是向西方 發出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警告 你看講的多嚴重 這個MIRROR 就是這個勁爆 他的意思就是說啊 西方也不會同意的 所以這個仗就是要繼續打下去嘛 那可能會越打越大 那搞不好就會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 結果俄羅斯的這個安全的負責人啊 軍情首長出來說啊 他說如果烏克蘭你不接受 那普京下一個提議會更嚴峻啊 更嚴峻的意思就是啊 你不同意吧 那俄羅斯可能就繼續打啦 那繼續打新增的村鎮啊 領土啦 那口袍都不還喔 都不要還你喔 那你願意這樣嗎 這個坦白講就是在威脅烏克蘭啊 就是說現狀 作為新的國界你不接受 那我們現在可是還在打耶 那事實上俄羅斯已經又打下了大概20個村鎮嘛 那到時候這20個村鎮俄羅斯也不退了喔 所以你看這個情況 這情況就是非常糟糕啦 那與此同時啊 因為剛好這個G7啊 就G7啊也在開會喔 那這個是美國主導的啊 我們就可以看到G7在動什麼腦袋呢 他說啊在年底 就今年12月 這個G7啊 將要給烏克蘭500億美元的援助喔 那你可能會覺得奇怪喔 G7怎麼可能有這筆錢啊 那果然啊 他們就說啊 我們會從俄羅斯在歐洲的 被凍結的財產啊 大概有3000億歐 從這邊的支息啊 分十幾年來償還啊 那這個 俄羅斯被凍結的資產等於就是擔保 就這意思喔 因為俄羅斯在比利時的歐洲清算銀行喔 他放了2800億的歐元的存款 那經過這兩年啊 有支息啊 還有可能有投資股票的一些收入啦 平均每年喔 2800億嘛 歐元 平均每年大概會產生 30到40億的 利息的收入 利息啦還有額外的收益啦 不管怎樣 那這個G7就說啊 以後這個利息的收益啊 就直接沒收啦 那每年都給烏克蘭 那累積到500億為止啊 坦白講這個動作是完全違法的啊 你怎麼可以做這種事啊 這個是俄羅斯央行的資產欸 俄羅斯央行的錢啊 事實上這裏是俄國老百姓的錢啊 你怎麼能做這種事呢 這完全違法啊 而且以前連葉倫都反對 可是你來看喔 葉倫啊 他已經完全變成一個政客了 葉倫竟然在紐約時報發表這篇文章 他說啊 我們終於找到一個新的方式啊 讓俄羅斯的資產來付烏克蘭的房務預算 還有重建的預算 葉倫就這樣公開講欸 他以前是反對的啊 葉倫以前說啊 你把人家的央行資產沒收了 那豈不是整個世界大亂 那以後誰還相信你啊 誰會相信你美國啊 那你沒收人家的央行 人家也可以沒收 其他國家在俄羅斯的資產啊 等於什麼 等於是你觸犯了私有財產的天條啊 這些資本主義國家啊 都把私有財產 當作是最重要的一個鐵律啊 結果葉倫說什麼你知道嗎 葉倫說還好這個不是私有財產 是政府的財產 這是我的天啊 政府的財產就不算了 你可以這樣亂搞啊 支持者的論點是這樣的啊 美國跟西方的國家認為說啊 你俄羅斯打了烏克蘭嘛 所以這個就是必要的懲罰 所以我有權力來凍結你的資產 真的是這樣嗎 我跟各位講啊 以前有權利沒有錯 可是比如說發生在南斯拉夫啦 伊拉克啦 利比亞啦 這個都是發生在戰敗國啊 也就是說他的政府已經倒了啊 沒有人能夠操作了 那戰敗國被人家予取予求嘛 所以人家就把你的金融資產拿去 償還別人啊 或者做其他的公益用途的使用啊 那個是因為這些國家已經戰敗啦 蘭斯拉夫就是後來的塞爾維亞 伊拉克 利比亞 甚至國家領導人都被你殺啦 你當然有可能這樣做啊 問題現在阿羅斯不是戰敗國啊 他看起來像是一個戰勝國啊 你怎麼可能對一個戰勝國這樣處理呢 不管啊 這個就是論據 那另外一種支持的觀點就是說 只要使用在人道主義的原件 或者是烏克蘭的整體的重建 那法律上還可以交代 可是誰能夠監督烏克蘭只做人道主義的援助啊 因為過去的經驗不就告訴我們 烏克蘭的錢都被貪污了嗎 軍火還被盜賣耶 所以你如何保證 你這個援助就是會花在人道主義上 花在重建的預算上 這恐怕很難做到啦 那另外就是 就有人說啊這個是政府的財產 那這個政府侵略別人 所以呢 他該被處罰 問題是俄羅斯還沒有戰敗耶 而且你要挪用人家的資產 這個起碼要到聯合國討論一下吧 沒有 G7自己就要給人家做決定 那你把俄羅斯 中國大陸這種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你是把人家放在哪裡啊 這是支持的論點 那當然也有反對的意見 反對的意見就是說 你要小心俄羅斯報復啊 俄羅斯肯定反對的 那肯定會報復的 那第二就是說 你有可能會被 會對全世界開啟了這個大門喔 我以後只要跟人家衝突 我就可以沒收對方的財產 那這樣全世界的財產 還有法律保障可言嗎 你說這個戰爭是俄羅斯犯錯 那是你的意見啊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國家不這樣認為啊 認為這個是俄羅斯跟烏克蘭的矛盾啊 比如說全世界 我們說有194個國家在聯合國 事實上制裁俄羅斯的國家 只有48個國家欸 並不是多數欸 從這裡連動 如果法治序被你破壞 大家開始跟進 那這個國際金融體系還有 值得信任的地方嗎 如果國際金融體系 可以這樣亂凍結人家的錢 挪用人家的錢 那還得了啊 還得了啊 所以估計喔 俄羅斯一定會迅速做出報復 那這裡面喔 心裡忐忑不安的第一個國家就是德國 就是德國啊 因為德國在俄羅斯 投資的部位相當的大 而且你不要以為只有德國啊 事實上俄羅斯很多人員公司啊 大型的人員公司 都有歐洲國家的持股啊 這個是以前發生的案子了 我們就不談了 這個俄羅斯的財政部長 西魯安諾夫已經公開說了 如果西方扣押或者沒收我們的財產 資金跟儲備並利用其所產生的利益 就是利息啊之類的嘛 我們也將完全比照辦理 我們將沒收西方國家在俄羅斯持有的資產 那他就做了一方面的估計啊 他說根據今年2月的估計啊 西方國家在俄羅斯的資產 總價值超過3億美元 並不低於你們要沒收的俄羅斯資產啊 你真的要這樣幹嗎 你來我就幹喔 所以他等於是反制報復 做出這樣的恫嚇啊 這裡就舉幾個例子啊 他說法國最大的石化集團道達爾 事實上就持有俄羅斯人員最大的公司啊 洛瓦泰克近20%的股權啊 所以如果法國要這樣硬幹 那對不起啊 你在俄羅斯人員公司洛瓦泰克的股權 就全部被沒收 英國石油公司啊叫BP啊 也有俄羅斯石油公司 將近20%的股份啊 所以還有很多啦 就是俄羅斯有一些大型的公司 是有外資持股的啊 那你如果要這樣搞 那我知道奉陪了啦 實際上大家最近也看到了一個歐洲的窘態啊 坦白講我是很懷疑 歐洲真的敢凍結俄羅斯的 央行的資產啊 我們看這張圖啊 你就可以看到歐洲也自身難保 因為最近金融時報發現啊 今年5月就是上個月 俄羅斯賣給歐洲的天然氣 又開始超過美國了 我們那個時候不是跟各位講過嗎 北溪天然氣的管道被炸 導致歐洲的能源暴漲 那美國呢也是毫不客氣啊 美國就開始把自己的天然氣賣給歐洲啊 價格是四倍 是原來俄羅斯價格的四倍 所以呢歐洲是忍氣吞聲啊 敢怒不敢言啊 你來看這張圖啊 美國的線就是那個淺藍色的圖啊 那從今年1月之後 你可以看到像美國的天然氣 採購量就開始下滑啊 那反而是紅色的線啊 就是從俄羅斯買過來的天然氣 又開始往上走 從這裡就看出歐洲國家的窘境啊 他財政並不好 所以呢又開始偷偷的跟俄羅斯買天然氣了 也不管美國了啦 所以我們在這裡做個結論啊 因為俄烏戰爭 我認為在俄羅斯提出和平方案之後 基本上就等於最後通碟了 如果烏克蘭不接受 那往後可能面對的是更嚴峻的方案 那烏克蘭目前自己的狀況呢 冬天將至 三個月後你發電不夠怎麼辦 現在電力有一半已經陷入癱瘓失能的狀態 烏克蘭國家沒錢了 連國債到期都拜託持有的投資人給他打六折 他也沒兵呢 連監獄的囚犯都要動用了 然後G7這邊呢 想方設法要來整俄羅斯 那西方也不願意再出錢了 所以呢在今年年底 你再次給烏克蘭500億美元 這個巨款啊 他們也不打算自己出了 反而說歐洲各國啊 就利用俄羅斯被你凍結的資產 那邊的利息你就拿那個去支吧 西方啊一心藍山啊 烏克蘭殘破不堪啊 俄羅斯啊一心風發啊 其實這個局面到最後會怎麼發展 其實大家看的都心知肚明啊 不過坦白講啊 烏克蘭真是一個 有著悲慘未來啊 的一個可憐的民族啊 那這個 會從兩年多以前那樣的一個情境 走到今天 難以收拾啊 坦白說 哲倫斯基還有烏克蘭政府 所有的領導人 都要負起歷史的責任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個地方 感謝各位的收看